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最近几年来 随着国民对健康和养生意识的不断提升 很多食物甚至被捧上了养生界的神坛 比如牛奶这种饮品 牛奶作为营养价值比较完全的一种饮品 深受人们的喜爱与专一 而且其中的营养价值高 容易被人体吸收和消化 适合各个年龄段去饮用 而且不仅欧美国家的人群喜欢喝 牛奶作为天然乳制品 我国人均消费量也不断增加 根据相关数据内容显示 2021年时 全球牛奶消费量高达19万0,715,000吨 同比增长率1.6% 虽然牛奶是非常好和有健康的饮品 但是很多中医却不建议人们去饮用牛奶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看看其中的缘由吧 1.先来了解一下牛奶的营养价值 牛奶中最突出的就是其蛋白质的含量 每100克的牛奶含有约3克的蛋白质 这种蛋白质是人体所需要的 因为它包含人体所需的各种氨基酸 牛奶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也很高 每100克牛奶中约有5克的碳水化合物 这些碳水化合物主要是乳糖 牛奶中含有丰富的钙和磷 每100克的牛奶中含有约115毫克的钙和约90毫克的磷 这些矿物质对于骨骼和牙齿的生长和发育 一般重要 牛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如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B2、辛等 而中医为什么不提倡喝牛奶呢?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缘由 看完或许就懂了 之所以很多中医不建议喝牛奶 有相关说法 生争牛奶实性阴寒 非常适合小孩饮用 但却不太适合老年人去饮用 因为小孩是一种纯阳肢体 成年人特别是老年人 阳气会比较弱 其实历代医疾当中 关于牛奶实性的记载是并不统一的状态 存在着微寒、贫质以及微温等各种各样的说法 所以牛奶、阴寒是一种不太准确的说法 而在现代医学当中 喝完牛奶存在腹泻 于是乳糖不耐瘦的一种表现 根据相关数据内容显示 我国成年人存在乳糖不耐瘦和乳糖酶缺乏的现象 在现代人当中 发生风险能高达20% 而学龄儿童当中发生风险率也不会超过80% 不耐瘦指的是身体当中没有充足的乳糖酶来完全消化牛奶里的乳糖 这种物质无法被分解 就会积累在肠道里被细菌所利用 进而会产生许多气体 从而发生放屁腹泻等相关的情况出现 当人们喝完牛奶之后 如果在两个小时之内出现了肚子咕咕叫腹痛腹泻等问题 此时就是乳糖不耐瘦了 所以并不是大家说的不能喝牛奶 是这些乳糖不耐瘦的人一开始不喝牛奶 另外由于其性质不稳定 建议大家喝完牛奶之后 要观察身体表现 如果出现不适 也需要减少牛奶的摄入量 2.常喝牛奶和偶尔喝牛奶的人差别在哪 免疫力 牛奶中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 这种蛋白质是细胞的重要组成成分 对于细胞的增殖和生长必不可少 长期适量的饮用牛奶可以提升免疫力 因为牛奶中的抗体也有增强免疫力 相比之下 偶尔喝牛奶的人可能在免疫力方面稍微逊移稠 身体发育水平 牛奶中富含钙元素 这对于骨骼的生长和发育 有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人们 常喝牛奶可以确保身体得到足够的钙元素补充 身体发育水平相对不喝牛奶的青少年更高 但如果不喝牛奶的人通过其他形式得到足够的钙元素补充 也不会出现身体发育水平较差的情况 骨骼坚硬程度 由于钙元素可以促进骨骼生长 而对于中老年人 当身体中缺乏钙元素时 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 这是骨骼坚硬度相对较低 所以通过补充牛奶来获取钙质 也能有助于维持骨骼的健康状态 消化系统 偶尔喝牛奶的人可能更容易出现消化不适 特别是对于那些不习惯喝牛奶的人 长期饮用牛奶 可以帮助身体逐渐适应 并提高消化能力 牛奶虽然营养健康 对身体有益 但是喝牛奶也是有禁忌的 喝对了对身体有益健康 喝错了等于吃毒药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 牛奶不能与柿子一起食用 因为柿子中含有较多的柔酸 丹磷酸等物质 很容易与牛奶中的钙质 蛋白质 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发生作用 不仅影响到营养的吸收 还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 正常的消化吸收 第二 巧克力也不能和牛奶一起吃 牛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 而巧克力含有草酸 两者同时会结合成 不溶性草酸钙 极大影响钙的吸收 甚至出现头发干枯 腹泻 生长缓慢等等的现象 第三 橘子 橘子不能和牛奶一起吃 在喝牛奶后 最少要隔开一个小时左右 不宜吃橘子 因为牛奶中的蛋白质 一旦与橘子中的果酸相遇 就会发生凝固 从而影响牛奶的消化与吸收 在这个时候 也不宜进食其他的酸性水果 第四 茶 不能够和牛奶一起吃 喝牛奶时不应该喝茶 因为茶叶中的油酸会阻碍牛奶中钙离子的吸收 第五 豆浆 豆浆也不宜和牛奶一起吃 因为豆浆需要100度的环境中 经过数分钟才能够被破坏 否则味精充分煮沸的豆浆 食用后容易使人中毒 而牛奶若在持续高温中煮沸 则会被牛奶中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降低牛奶的营养价值 所以豆浆也是不建议和牛奶一起喝的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小红星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